22号由台湾世大运网球选手庄家龙 跟柔道选手王庆芳 担任世大运第二站 意大利沙列诺和拿破里两个城市的火炬手 画面中的火炬手正奔向下一届主办城市 拿破里世大运组委会所在的海滨车站 台北世大运执委会执行长苏丽琼 对意大利各市府的细心安排表达感谢 结束拿破里圣火传递行程 台湾代表团也将前往下个城市 泰国曼谷 首先我要代表 2017台北世界大学运动委主任委员 也是我们台北市长科文哲 欢迎各位 感谢各位来参加这样能力的盛会 6月25号世大运圣火从欧洲国家飞向亚洲城市 来到第三站的泰国曼谷 由台湾网球选手李星翰 担任活聚首的台湾代表 圣火队伍一路从泰国法政大学的会议中心 沿途经过巨弹行政中心 佛教阁等地点 抵达终点的法政大学竹体育场 进行火炬交接 结束泰国曼谷的生活传递 28号圣火前往台北的姐妹室 也是海外最后一站的韩国大秋 世大运圣火传递活动 不仅成功吸引到各国民众的关注 也充分展现出各城市的特色 为这场国际赛事增添不少城市友谊跟文化色彩 记者综合报道